宋墨杀害诸诺妓院严媒一案 证据确凿 事实充分 被告已经供认不讳 经本庭合议宣判如下 宋墨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 死刑 无日后执行 休停 判得好啊 这种人真是杀一个少个 走走走 判得好啊 判得大快人 真是死这个孩子 脑袋是破了财人 就是 姑娘 姑娘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终于把这个恶魔揪出来 判处死刑了 对不起 我还有事 汪哥呢 在门口等你呢 走吧 在案发前 我把他从一个美国大兵的手上 救了下来 可是两个小时以后 我要亲手把他给杀了 宋墨 人命关天 我希望你告诉我 刚才你说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 那个婊子是我杀的 你刚才不是问我 我跟他什么关系吗 一个男人跟一个婊子 能是什么关系 皮肉关系 可是他赚了我的钱 还要让我带他远走高飞 逼不得我只能杀了他 杀人长命我知道 可是人已经死了 没有后果药可以买 我只能为我一时冲动 我付法律 谎言 你说你一时冲动杀了人 这句就是谎言 我总觉得这案子 还另有隐情 苏某是一个思维缜密的人 但这个案子里面 他犯的错太多了 老大在那边呢 走 我知道你心情郁闷 要不 要不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吧 老大 那个我知道有家咖啡馆 那咖啡都是从法国运过来 味道 我有事你们喝吧 老大 你有什么事我陪你一块去 叶儿 我想让你去圣保罗医院 看看孙蓉 你说老大怎么回事 干吗 不愿意啊 我当然愿意 我发现人是会变的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同情女性了 真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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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媒 你就安心地去吧 来世投个好人家 再也别受这种苦了 请进 陆小姐 你来了 你一直守在这儿啊 我说过 照顾她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容儿怎么样了 似乎有好的迹象 给我吧 容儿 我来世想告诉你 今天法庭审判 肃莫谋杀罪名成令 被判处死刑 五天后是性强权 容儿 她怎么了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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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 这个冰眼 快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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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亲爱的 需要�胜 救命啊 你也想必须 快 介组的 老命还是 능 人间有地狱 宋姓恶魔狂虐少女 人间有大善 萧郎积德 整就弱女 叔 把那个报纸给我看一眼 报纸给我看一眼 我就是看了这报纸才知道 你真是个十足的恶魔 是 我是 报纸 老子在这监狱干了快一辈子了 还从来没见过你这种 猪狗不如的东西 你呀 就等着挨枪仔去见盐罗吧你 报纸 报纸给我看一眼 报纸 看去吧你 狗羊羊的东西 医生 姐 你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想问一下 如果想让里面这位姑娘恢复健康的话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你是她什么人 其实关心她的朋友有很多 我只是其中一位 我们真的想在她的身上看到奇迹发生 其实 她能活到今天 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您的意思是 这位病人的病情十分复杂 最难控制的 使间歇性狂躁的发作 一旦发作下来 如果不及时救治 很可能就会造成生命终止 可我很难想象 她是怎么闯过一道道生死关 活到今天呢 对不起 我还是不明白您的意思 您的话能够再直白一些吗 好 我这样跟你说吧 她得这种病是很不幸 但是她又很幸运 因为在她生病的这个期间 一直有人精心地去照顾她 可是她并没有亲人 这不可能 这位病人身边 要是没有一位生命守护神 绝对不可能活到今天 这并不是我的猜测 而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生命科学 明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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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不是 release吧 然后等Ш impactful 你一晚会 如果你还你 dengan这个 小潇手 如此 飞 你最多患 我留见给你 你们呢 接到洋人医院接受治疗了 宋墨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五日后执行枪决 难道他这样做 就是为了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 谁 我知道你在这里 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 嗨 亲爱的 亲爱的 你去哪里了 我等了你好久 亲爱的 这不是你支持的吗 我在医院里啊 安顿好了那个可怜的女孩 你现在整天把心思 放在那个女孩身上 都忘了我们的婚事了吧 怎么会呢 你才是我的爱人 人已经安置在医院了 以后让医生去照顾她就好了 你别再甜甜去看她了 好吗 好 那从明天开始 我把所有时间都留给你 你敢发誓 我要是言而无信 就不配做你的丈夫 在你们邻居眼里 宋莫真的是个恶魔吗 别人是这么看她的 可我知道 宋医生绝不是个坏人 凭嫁一个人的好恶 不可以单凭意象 那凭什么 凭事实 好 那我就给你讲几个事实听听 我 死到临头了 还能有这么好的胃口 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真香 听那个杨医生那么一说 我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 那个一直在荣儿身边 守护她陪伴她的人 不就是宋莫吗 如果宋莫真的是杀人凶手的话 她怎么又会做出 如此善良的举动呢 这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当我在荣儿身边告诉她 宋莫即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后 她就像听懂了我的话一样 立刻有了反应 情绪马上变得激动起来 而且她嘴里 一直念叨着一个字 当时我也没听清 但是现在仔细想想 她嘴里呼唤的是 莫 她呼唤的是莫 对 是宋莫的莫字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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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宋莫没有咱们想象中 那么可恶是吧 明确苦味 不是你怎么总给我抬杠啊 我说完了 邦哥 你说呢 先看看这个吧 不是老大 这不是一只木鸟吗 也可以说是证明 证明燕儿刚才说的 全部都是事实 有一回我丈夫夜里犯病 因为拿不出诊费 没有大夫愿意上门 正好宋医生从我家路过 二话不说出手救治 从第二天开始 她就一天三趟 天天都到我们家里去 赴针打针 风雨无阻 整整一个月 把我丈夫从鬼门关 拉了回来 而且她还分文不娶 这样的好人 能是恶魔吗 偶尔一次能说明什么 她十年如一日 精心呵护一个 不知冷暖激宝的姑娘 那也是偶尔为之吗 我敢说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 第二个男人能像她那样 你应该也看到 她床上的病人了 身上从没找过一颗褥床 这谁能做得到 她做到了 而且从来都是一声不吭 这样的男人 世界上有吗 能找出第二个吗 那这么说 那位大婶的话 和我所说的 完全一致了 不对啊老大 那个大婶和解放人计说的 不是一回事啊 这一点 那个大婶 也给了我一个 合乎情理的解释 她怎么说 因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她 经常出入那种地方 街坊司令说 她不是个正经人 但还有一件事情 我也说不清楚 就是 就是人家说 孙蓉儿这个样子 就是送莫害的 所以她这样做 就是为了给自己赎罪 是啊 邻居们都是这么传的 可我不信 我不信宋医生 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 为了给自己赎罪 三天五天 三个月五个月能做到 谁能坚持这么多年不变呀 有一次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我就当面去问宋医生了 她说什么 她就说了一句话 都是我不好 然后就什么都不肯再说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搞不清楚 除非宋莫自己开口 不然别人无法知道各种疫情 她知道 她可以回答那些 街坊们说不清的疑问 而且 她见证了宋莫对孙蓉儿 至此不渝的爱情 这个孙蓉儿跟宋莫杀了燕梅 有关系吗 就算证明她是个好人 那也不能为她杀了燕梅 而开脱吧 不是 这是两码事 当然不能开脱了 那我假设 宋莫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孙蓉儿呢 假设不成立 对 老大 这回我支持小松啊 你想想 为救一个女人 谋杀另外一个女人 这说不通啊 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 原来那是同一个女人 什么同一个女人 你相不相信我的嗅觉 从来没怀疑过 那跟我去见一个人 谁啊 一个被我们忽略的人 是啊 对啊 对啊 他们怎么可能找到紫玉呢 你们说是不是 怎么可能找到紫玉啊 怎么可能找到紫玉啊 就是啊 就是啊 也没办法啊 就是啊 原来的事 我这个钱包啊 这早黑啊 紫玉姑娘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们来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请你把门打开好吗 如果你现在不开门的话 等寻不妨来传唤的话 你就是紫玉啊 你就是紫玉啊 你们是怎么盯上我的 是因为你身上的墙面香水 干我们这一行 用香水是很寻常的事 用香水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 一直把自己 伸锁在阁楼的你 却突然出现在 谋杀案的审判法坪上 你能对此做出解释吗 我 我不想 也没有必要做任何解释 好 那就让我来给你做个假设吧 你之所以把自己 伸锁在阁楼里 并不是因为身体不舍 而是因为诸诺 发生了谋杀案 不 谋杀案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说谋杀案和你没关系 可是你为什么 如此关注谋杀案的 法庭审判呢 我 我只是想去亲眼看看 那个凶手的下场 好 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差强人意 但也说得过去 好啊 宋墨被判死刑 这个结果你满意了吧 不 他不是 他不是什么 他 子虞小姐 案子虽然宣判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疑惑 离宋墨被判死刑 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了 我相信你和我们一样 不希望无辜的人 被送上断头台 子虞小姐 你怎么了 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 想告诉我们 你就大胆地说出来 不 我没有任何可说的 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要说 就请离开吧 子虞小姐 我 宋墨过几天 就知心死心了 江生异想 他就永远消失了 要不那天 约你一起去看看任务 我 你怎么回事啊 是 二位 这是要走吗 春娘 子虞姑娘 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里吗 不是 她这几天身地不舒服 不想见人 我也心疼她 所以就 你们问出个究竟了吗 到底还有什么事啊 子虞这几天有什么不对吗 没什么不对啊 对了 会沈公谢开庭那天 我看她 也跑到法庭 看热闹去了 是啊 我好像也看见了 我也好像也看见了 这就奇怪了 她不是身体不适吗 咱们上去看看 对 去看看 走 我看还是别去了 她说了 这几天谁也不想见 是啊 怎么回事呢 太子虚了 是啊 奇了怪了 那枚徽章 怎么会突然间 就掉在你面前呢 不是掉下来的 是房里的人有意为之 我也这么想 而且我觉得 他是在向我们暗示什么 你看清楚 那是什么徽章了吗 万国商团的徽章 徽章的背后 一定隐藏着一个人 真正的凶手 小子腾先生 祝贺你 谢谢 花儿 水果 看看来 花儿 新鲜的水果嘞 漂亮的花儿 先生 你买篮水果吧 你来医院干吗来了 我真的是 在家里办 请问 interess are you 您的情报 是吗 在这个地方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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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听了我呢 你放开我 别碰我 不要再听我 来 放开我 你会好起来吗 你真的会好起来吗 你要是真的好起来 我的整个世界 将会完全改变 萧子彤 宝贝 我知道你是天使 你也会来医院看他的 对吗 我要和你解除惠愿 为什么 你是个统书心扉的人 昨天你还保证 要全身心准备我们的婚礼 看今天你就失言了 我不能和你这样的人 一起生活 宝贝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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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好吗 我不想你放开我 宝贝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是爱你的 亲爱的 宝贝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 你不要这样 你听我说好吗 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 宝贝 你相信我好吗 你相信我 你听我说呀 你放开我 宝贝 宝贝 看看了 花 漂亮的花嘞 你们是谁 你们想干什么 他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是来看他的 病人需要休息 你们尽量不要打扰他 好的 知道了 谢谢 看来有人来过 这花应该是萧子腾送的吧 要 跟他说说宋末的事 谁 婉儿 有人说宋末是恶魔 也有人说宋末是个好人 我想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有权来评价他 婉儿 你要是能听懂我的话 就表示一下 好吗 蓉儿 你看 这只小鸟 我知道是宋墨专门为你做的 这么多年 他们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可是再过几天 他还在 宋墨却永远无法回到你身边 蓉儿 如果你相信我 就把真相说出来 我们会帮助你 让宋墨重新回到你身边来 什么 你想说什么 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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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鸥 什么意思 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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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位于是跟我说说什么意思 行了 行了 我们现在没心情开玩笑 留给宋墨的时间现在越来越少了 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 做个屁呀 做 我们现在没头为脑的 这个当真宋墨 一副求死不求生的样子 我们能做什么呀 邦哥 我出去走走 老大 我去 邦哥 我知道前面有家咖啡馆 要不然咱们去喝咖啡吧 我想自己一个人走走 再不济我也算你一个助手吧 你一个人想 还不如我们两人讨论呢 没准能打开新的思路 阿姨 阿姨 走嘛 请问二位要点什么 两杯咖啡 好的 我喝喝一点 不加糖不加奶 好的 请烧的 是吗 怎么了 怎么突然改变习惯了 这一个人啊 要是突然改变习惯的话 有两种可能 要么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不得不改变习惯 要么就是背后 一定隐藏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阴谋 那你说我是哪一种 你啊 两者都不是 为什么 你看你身体那么好 哪像要生病的样子 再说了 你有什么小想法 我还不一眼就看穿了 除非 除非有第三种可能 那就说明 你想暗示某人 以前的约定 或者山崩海誓 全部要作废 我跟你说话呢 是不是我话刺激到你了 刚才你说 第二种可能是什么 我就是说着玩呢 你也当真 不不不 重复一下 重复一下 说 我说 说明这背后 隐藏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阴谋 对 背后就是有阴谋 你说什么呢 你看 有一个人 跟一眼围着死 是毫无关系 但是在里面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也许 除了宋墨跟紫玉之外 她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你说的这个人 是萧子腾 第一 她为什么突然那么好心 承担着孙蓉儿 所有的医疗费 那么张眼 第二 紫玉用暗示的手法 告诉我们那枚 万国商团的徽章 是萧子腾的 我觉得徽章背后 肯定有一个 重大的秘密 是关于此案的 那我现在就去找紫玉 让她告诉我真相 紫玉用暗示的手法 就代表她能说的 都已经说了 不要强人所难 那怎么办 小姐 您的咖啡 这两杯咖啡先进账上 我们下回再来喝 我来试 给你打听一个人的 谁呀 萧子腾 她 她是谁 紫玉的常客 谁 谁告诉你的 当然是紫玉 她这张破嘴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了 那你还来问我 问你 是为你好 为我好 我可是答应别人 替她保密的 要是告诉你们 我不是不守信用了吗 那好 不说没关系 你慢慢跟寻补房说吧 不不不 我不去寻补房 我不去 我说 我说就是了 老大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 这么半天 原来这个萧子彤 跟紫玉之间啊 是大有关系 什么关系 是呀 春娘告诉我们说 半年前 紫玉曾被人包业 在回朱诺的途中 遭遇到劫匪 幸好被万国商团救了 从那之后啊 这个萧子腾 变成了紫玉的常客 但是这件事 除了紫玉和春娘之外 其他人都不知道 莫非是燕玉 知道了紫玉和萧子腾的关系 以萧子腾的身份 肯定不想让别人知道 她跟妓女有人 于是就杀了她面孔 不想让她根捡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杀人冻结就成立了 这说得通 但是还有一个疑点 哎老大 什么疑点 就是到了最后 卫使的宋末成人杀了燕美 我总觉得这个宋末和萧子唐之间 似乎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 没错 看来是时候 拜会一下这个大善人 来 宝贝儿 你看 看起来很不错 亲爱的 这个太漂亮了 我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卧室里 这样我每天都能看到小鸟了 你喜欢我就喜欢 就要它吧 子曾兄 杨兄 杨兄 这么巧 你也来买灯吗 不 特意找你的 找我 对 想跟你聊聊 凯特小姐 可以把你的未婚夫 借我几分钟末 如果时间短的话 还可以 她是我的老朋友 我跟她出去叙叙旧 你继续 我们出去缩缩 好吗 好吧 你快去快回 您的意思是 她并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对吧 对 从理论上讲 她非常有可能康复 那太好了 我可以单独跟她待一会儿吗 好 当然可以 我还要去一下其他的病房 您请自便吧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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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去一下其他的病房 我今天来是想问您几个问题 我今天来是想问您几个问题 但是为了救宋墨 我不得不这样做 你我在英国时就已经分出高低了 你出枪的速度总是比我慢半拍 你知道快慢半拍意味着什么吗 如果是两个人对决 快慢半拍就意味着生死 那幸好没有跟紫腾兄对决的机会 不然我就死定了 杨兄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 说吧 其实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问题 希望难度不要太高啊 虽然我出枪的速度比你快 但是我的脑子 却没有杨大侦探转得那么快 放心 这个问题不用脑子的 只是要你真心地回答我 我还真有些好奇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和孙荣儿是什么关系 荣儿 当初和你相恋的人 不是宋墨 是另外一个人 对吗 咱们 荣儿 你告诉我 把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人 是谁 是萧子疼吗 我承认 我 我小时候就认识他 他的父亲 是我们萧氏营造厂的员工 也可以说是我儿时的伙伴 仅此而已 没有其他关系 但我的人去过你们萧氏工厂 问过一些老员工 有人证明孙荣儿的第一个男朋友 不是宋墨 而是你 当年因为你们不是门当 互对 所以遭到你父亲的反对 你被送去英国 也是你父亲为了拆散你们两个人 那按你的说法 十几年你都不闻不问 你回来突然承担起孙荣儿 所有的治疗费和责任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原因 我以前是不知道他的情况 自从我上次从报纸上 得知他的悲惨绅士以后 念着当年的情分 我才想帮他一把 你认为这不应该吗 但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巧合 什么巧合 就是 也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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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